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董洋Peter 这是我们这一次沿一号公路沿海行的第五天了 现在我们要去的一个景点叫做 导游不带你去的十大景点之一 先进瀑布 对 水帘洞 你看 沿着这个河 而我们现在走的路呢 是沿着铁路走的 对 这个地方以前的时候是开放的 但是现在游人去了太多 所以他给关闭了 但是呢 我们的领队Tommy 非常有本事把这条线路找到了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通过徒步的方式 要走差不多将近40分钟 才能到达传说中的 十大不让你去的景点之一 好久没有在铁路旁边走了 这条铁路呢 其实差不多已经是废弃了 很少有火车能够经过 说上去 这是导游不会带你去的十大景点之一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游客知道这个地方的 因为听Tommy说之前去的时候 路上也碰到很多的游客 在这边吧 好 这条路如果没有熟人带的话 真的我们完全进不去 都不知道路在哪儿 这儿有个分叉 我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 应该就到了吧 一会儿见 哇 你的椰子抓地步 看抓一个给你看 哇 怎么那么滑 我们到先进步步了 看就是我身后 哎呀 贝拉你怎么又掉到里边去了 小心啊 这边特别的滑 你来过几次啊 Tommy 三次 三次 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刚才是 网上查呗 网上查 就那种攻略是吧 对 网上查的 哇 就在位于哪 是什么地方 嗯 我也不是说不上哪 咱就暂时保密吧 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 以及在路上房车旅行 你会知道更多的资讯 哈哈 打一部想要的广告 哇 哈哈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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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